大家好,我是卤肉姐 欢迎来到卤肉姐养生堂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蒜这样吃不防癌,反而会致癌 一日三餐基本上都离不开大蒜 大蒜在我们的生活中备受青睐 不仅是因为大蒜能够调味 重点是在于大蒜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益处 并且在生活中大蒜的用处多不胜数 大蒜营养丰富 还含有柳氨素、荷黄素、尼克素、蒜素、柠檬泉 一级锡等伪量元素 蒜中含有蒜氨 这种物质对于大脑的益处比维生素B还要强许多倍 平时让儿童多吃一些葱蒜 可以使脑细胞的生长发育更加活跃 大蒜还有蒜氨酸和蒜酶 碾碎之后会形成具有保健作用的大蒜素 所以大蒜平时倒碎之后再吃 更能够发挥大蒜的作用 倒碎之后能够减少大蒜对胃肠的刺激性 大蒜素具有杀菌的作用 并且大蒜中含硫和锡化合胃 能够起到对抗肿瘤以及防癌的功效 大蒜对于胃和肠道有刺激的作用 会抑制肠道消化液的分泌 影响到食物的消化 而且大蒜发挥性的物质 能够让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和红细胞降低 不利于肝炎的治疗 经过高温方式处理的大蒜不仅起不到防癌的作用 反而还会致癌 经过高温处理的大蒜 会生成含有致癌物质的丙息腺胺 大蒜虽好也不能多吃 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不妨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同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